香继至宫两个多月以来 料理同时横食初心 黄修禅寺结合王母救世宫与慈祭 推速送便当正式圆圆 这次我们做了三千多个便当 然后每个人都知道非常的欢喜 而且他们还继续响应 他希望我们下次还要继续做便当 让他们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吃到素食便当 一共四次素食推广 法师们都情理情为 要把善念注入在每个便当里 我回回来就是说 因为你做得很好吃 所以我们要感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烹杀 它的这个煮得非常大 那当然我说除了好吃以外 你一定有太多的爱 有太多的慈悲心在里面 一个善念能够害恶反哉 能够吃一顿的素食 也就能够旧地球 能够免灾难 尝得到美味吃得尽正能量 李明一点一滴爱上素食的过程 里长都看在眼里 大家都在观望 第一次的便当不是那么多 从我们好像有三十个 第二次我们就到一百二十几个 然后之后都会维持一百一十个左右 表示说我们这个活动在我们的里慢慢破散了 其实母娘跟菩萨 这么多年来一直说应酷 一直叫人吃素 就是我都有这个营业作业 叫人全部都可以尽量吃素 这一厨教会的法师 这个上人 这些志工来推动 很感谢 送餐活动告一段落 如素新面永不退转 大家新闻 真相美志工林慧雅 许俊吉邱苍坚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